针对领口吉林街将开辟为10米道路 包括地方人士还有居民都认为有起必要系 因此也透过城乡局邀请了地主来召开相关的协调会议 不过双方对于这个公告地价的认知则是有所不同 领口吉林街现况只有5米道路将开辟为10米极滑道路 是以重化方式取得令5米道路在重化区外 所以目前尚未拓宽 近年由于领口快速成长市区交通量增加 为了健全当地交通 地方民代及居民期待早日征收开辟这条道路 在经过市府评估过后 认为地方上确实有开辟上的需求及必要性 比如说现在有开辟几过性的这些道路 来跟大家做一个协议买卖 这个就是不强迫的 所以今天才邀逼出来 那就是说我们目前有这样一个计划 希望做领口的吉林街我们的开辟 那我们用的价钱就是用今年的公告限制加四成 日前由城乡局邀请该路段上的地主 针对用地取得协议架构进行讨论 不过市府与地主彼此对公告价值认知不同 由地主则希望能以容积转移方式来征收 现在很多有那个冬积转移的 叫我们自己去买一个 也比这个家是想多了好几个 如果希望将来有机会用冬移的方式 那也是可以考虑就是说 那现阶段先出的冬移书让我们去公道路使用 因为这个 不管它是不是计程道路 或者是领围起来这个没有使用 其实将来都是可以冬积转移转移 这个都不影响大家的权利 未来吉林街道路平均打通之后 不仅疏解当地交通拥塞问题 相信也可以让居民在市区通行更为便捷 大大有力带动周边的环境发展 永迦乐记者林口采访报导